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等这个案子结束以后 我一定好好犒劳你 不用 哥 我做这些并不是为了要你的犒劳 我只是想帮帮你 帮帮九哥姐 你终于长大了 不过 哥 今天真的把我吓死了 我现在想想发布会上的事情多后怕呢 哥 当时真的有杀手吗 现在的情况 比以前更加厌峻 以后一定要听我的话 出去的时候要多加小心 那些人没有底线 说不定会做出丧心病狂的事情 知道了吗 我知道了 我会小心的 哥 你自己也要当心点 不过我还是不明白 那些人究竟是什么样的背景 敢做下这样的案子 你自己去看 愿意 就对了 那些人 你自己去看 那些人 说什么 那个人 你的人 你自己去看 所以要自己去看 你自己去看 你自己看 你们谈吧 有什么事叫我 我就在门口 你还好吗 还好 我在监狱看报纸了 你知道了 你以后查案注意安全 你也是 注意安全 真凶 我已经知道了 几乎跟你同一天知道 你应该也没有想到 会是他们吧 九哥 我只是想知道 冷家为什么要杀我爸爸 你放心吧 警方已经着手调查了 而且我想 你的亲生父亲关伯君 应该知道真相 我的亲生父亲 他到底在哪 他既然什么都知道 为什么要躲起来 难道把我托付给别人 就不用再管我了吗 不是 要是他不在乎你 星星那天就不会出现 我想 他现在不肯现身 一定是有他的考量 再给他一点时间吧 再给他一点时间吧 时间 你忘了 我在这儿还有多少时间 请 局长 你要是真想动手 就动手吧 最新式的伯朗宁 试试 局长找我来 不是来试枪的吧 天悦 我今天找你来 是想和你聊聊天 我十五岁那年初来混 我记得 算命的跟我说 我将来会是 一将功成万古苦 我不相信 即便后来 我当了警察 如今 我坐在了 警察局长的位子上 我也不信 拿着兄弟们的命 为自己捞好处 我是绝不会 这么去做的 生死有命 富贵在天 当警察也罢 扫大街也好 人活着是为了什么呢 无非就是为了 混口饭吃 天悦 咱们是多年的同事 我一直把你 当成我的兄弟 我真的不希望你有事 有没有事 这也得看局长您 不过您放心 有这份名单在 我不会有事 天悦 你这个人最大的缺点 就是不失实物 你知道你的对手 是冷家吗 你知道和冷家 作对的下场 是什么吗 林奥东的尸骨未寒哪 这难道不是我们的 前车之剑吗 你不配提局长的名字 更不配 做一名警察 你真不愧是 林局长交出来的学生 我记得 他曾经说过 和你一模一样的话 警察首先是一个人 是人 首要的是活着 我和你们不一样 你们认为警察 是一份崇高的荣耀 但对我而言 警察就是一个 养家糊口的差事 我不想害人 我也不想当英雄 我只想在这个乱世 过过安稳的小日子 既然你知道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我为什么不离开警局 你觉得我还有可能离开吗 天无绝人之路 只有自觉之人 事到如今 也并非没有挽回的余地 我相信 你也是受制于冷架 某种程度上来说 你也是受害者 身为警察局长 一定懂得悬崖勒马 如果你主动配合我 一起将冷架绳之以法 一切都来得及 你太看得起我了 冷架那些事 我根本没有资格知道 天瑜 该说的话 我都说了 我真的不希望 把这个事做绝 为了你的安全起见 我希望 你真机队长的职务 就暂时不要等了 别怪我 我都是为了你好 事已至此 你还想织守这天 天瑜 话已经说到这个份上了 我也明白你的意思了 我是为你好 但是作为你的朋友 我还是要最后再提醒你一句 冷架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 别كن了 别理想说 我还是要那些 我还要搞的 我还是要搞的 你还要搞的 快点 他来 天悦啊 你要记住 是老百姓赋予警察持枪的权利 你要时刻了解 你的枪口该指向谁 要用你的正义指挥你的枪 不要让你的枪口去操控正义 是 局长 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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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出火 入火 浪家究竟在做什么事 王 这王是什么意思 王 一个没醒完的毒字 浪家做的是毒品生意 怪不得会选择指尖刹 指尖刹可以完美地掩护毒品储存 和中转的痕迹 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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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珠 找你好几天了 终于见到你了 什么事啊 我看到报纸上写的发布会 到底是什么人要害你啊 你不说的话就算是默认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对不起 明珠 这件事情事发突然 未来得及跟你说 抱歉 我知道你有你的计划 我也就是 瞎担心而已 但是我真的很想知道 到底是谁害了九哥一家人啊 这 这 你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吗 我们不都是 朋友了吗 或许你告诉我 我也可以帮到一些忙 明珠 明珠 我们 换个地方说吧 明珠 这事真的有点 复杂 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你对我有什么 可瞒着掖着的 你就把复杂的问题 简单化吧 事实告诉我啊 你们两个都这么闲 上班时间 来喝咖啡 大哥 你怎么来了 还说呢 刚才我在路口 看见你们俩的车过去 喊了你们好几声 你们都没听见 怎么样 今天这咖啡 谁请我 你在说什么呢 开玩笑呢 念珠 今天我这腿啊 有点不舒服 你帮我去吧台 点杯咖啡吧 我能猜到你找念珠 打的是什么主意 你要是敢说些 不该说的话 我就当你是撕破了脸 那我也没什么好顾忌的了 要死 大家一起死 你以为我不说 你们就能活到寿终正寝的那一天 你以为我不跟念珠说 他和你们这种人 就能是一家人吗 我们之间的恩怨 以后可以慢慢算 可念珠是无辜的 从小到大 他都是置身室外的那一个 家里的事他一概不知 你有没有想过 他要是知道这一切 或是什么后果 所以我今天 求你放过他 你不要忘了 你也是有妹妹的人 卑鄙 你也被提伤害两个次 你杀人的时候 怎么就没想起 你根本不配有念珠这样的妹妹 你走天前受雷劈的时候 想没想过 会连累她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没事 龙队长最近工作压力比较大 情绪不太稳